必須取得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多數 行政長會同意和人大常委會的批准 才能夠完成有關於程序 因此現在本會同事決定 對推動香港的民主政制向前發展 去將會有一個關鍵的作用 無論今天的投票結果是怎樣 本人認為議會內所有議員的同事 必須包括和黨派的同事 就是應該繼續保持溝通 如果議案不能夠通過 我們絕對不能就放棄 令到香港的政制發展